盘点那些出租车司机的报效回复 美女你这团境带人呐 一年不少证吗 不多五六百万吧 那一个月就好几十万啊 啊就那样 啊那你是做啥的 靠着梦 哎呀牙疼着我了牙疼不是冰藏起来的要命了 大哥你给我送那个火葬场去 你不上别的医院来看看去吧 哎呀我朋友父亲去世了 我去火葬场去给调咽 这天天 师傅你不是广东的吧 不是的 哪里人呀 是河南南 一听你就不是广东人 一般广东人说话我都能听出来 他们还老觉得自己普通话挺好 完了还问你 你是怎么激动给 哈哈哈 这又问你 师傅 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你说成功之父是谁 嗯 下车扫码 你就是成功之父 哈哈哈 走吧师傅 哎娘们 你说啥 我说我们去哪里 娘们 不是你管谁叫娘们呢 那那车上就咱俩 你说你说我管谁叫呢 不是你这这么大人哪这么不会落客呢 那美女小姐姐不都行吗 不是那我看你长得就像娘们 不是你会不会落客呀 不就你样是个真的你永远都吃不上四个菜 你就真的小喀拉蜜 那我吃不上四个菜不用你管 我不能为良心说话呀 娘们 小喀拉蜜 娘们 小喀拉蜜 娘们 小喀拉蜜 娘们 哎大哥前面堵车哈 大哥您归香 宣讯 薛依草的讯呢 不是 薛武功的薛 啊 薛武功的讯 哈哈哈哈 喂你啊 您归香 我姓菊 哪个菊 白菊的菊啊 不是 菊八街的菊 哈哈哈哈 喂你好 你约的车已经到小区楼下了 麻烦你走出来吧 啊 下雨了 要不你把车开起来接我吧 你们保安不让进 麻烦你走出来吧 啊 那那那我不做了 那你取消一下订单吧 你不进来 你还要我取消 那边要你取消订单的先生 啊 那那你跟他们等着吧 那你约什么车吗 你还不如打120 他们还可以上楼抬你下来 你家美女 咋子挺漂亮的 做哪行业的呀 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啊 哎呦太想成为你顾客了 哈哈哈哈 在哪上班啊 火葬厂 啥时候来哥 哈哈哈哈 我都会跟导流吗 师傅你相信爱情吗 吐车上200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哥我能跟你定一下下午去机场接个人吧 啊 那你逛定去啊 我穿衣服去 不是 我你定是来回的吧 我不定来回的 我还逛定去啊 逛定去也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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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知道冰心吗 知道啊 冰心圆明谢晚宜 冰心圆明接含风暴 啊 那你知道遇见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是生动啊 意味着什么 我想真道 啊 师傅为什么男生谈恋爱后打游戏会变菜 恋爱前心思在精准补刀 恋爱后心思在花样撩操 恋爱前单排眼光三路 恋爱后双排十万一路 恋爱前队友机前法力无边 恋爱后你要挂了我也去 你对这些男生有什么想说的 好好上分 不要惯你为小情谈恋爱这么似乎于我 那怎样才能快速上分 分手 喂 三十宝没你 先年少马 你干什么瞪着眼睛看着我啊 你不要喜欢我啊 虽然我平易见人天生励直 但山西哪能配凤凰呢 喜欢我的速度设那么多 我怎么会把你放在眼里啊 我想 杀爱不堪议 杀爱有罪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想我住在这个出租车里 那那样你就有机会了 没有 一点机会都没有 要不付钱你就住在出租车里 是不是扫码 你可以看一看看一看 师傅 是不是只有真心天爱两个人 拥抱彼此的时候 才能感觉到对方的平衷 平衷也可以 啊 你是不是 我每次分手的时候 最后一个用话 你特别的让我心疼 心疼 不就忘了 不就忘了 大哥你这车烧燃气的呀 哦 那你这一升气力能跑多远呢 我一升气就巨窄 我已经跑了 哈哈哈哈 一升气就巨窄 喂 喂你好 是出车吗 是啊 我想想要两车 我想着穿个败彩小康 下巴穿个黑色丝丸 啊 倒那 倒打推格 倒那 倒打推格啊 主题倒那呀 真的倒打推格啊 你打推格打推格 我才能看到打推格啊 神经病 你以后拿去结你呢 师傅 那女生攀比有什么区别 男生攀比 我女朋友漂亮 我女朋友更漂亮 那女生攀比呢 我男朋友跟他撒鼻子 撒鼻子 有我男朋友撒鼻子吗 你什么剪刀干嘛 你不知道现在的第一例事件吗 人家出事的是空姐 空姐懂吗 你长得跟空席似的 出不了事 师傅你相信爱情吗 不是爱情啊 人家自己从事变得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们把这就上口路了啊 你们想去卫生点的 今天准备好啊 大哥怎么准备呀 现在就把裤脱好啊 哈哈哈哈 师傅 啊 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你别吐车上啊 吐上两百 你好 您是名号 八十多零收客 哎 是啊 你求其他 麻烦你坐后面 好嘞 师傅你们这房户都够严实了 哎 那师傅你们 你可以开床工作吗 我给你放个车 啊 哎 师傅你的派客户还挺知道的 你休息人家的对 所有聪割都行 啊 那不是说那师傅 你休息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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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没有表力 比没有表力 师傅你说 我问你个事 你说那个 拉完把把怎么不吊秤呢 你是不是拉秤了吗 没有啊 那你拉完烤的 拉骨头了 了吧 哈哈哈 师傅 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啊 爱不爱情 我就知道 反正不吃上午饭 什么不是200块吗 不要走了 200块哪里够了 把爱情咱不下了 师傅 方便咱去机场吧 方便 老妹 前面有个公车 你要不要先下去啊 啊 公车 你咋不让我找个小树旅呢 哈哈哈 你要是愿意也行啊 哈哈哈 我这挺着急的 我去机场 哎 你这人真的是这样 这机场呢 要一个多小时呢 我就怕你憋不住啊 哈哈哈 师傅 有钱就能买到快乐吗 曾经我也觉得 钱买不到快乐 直到昨天看到一个人 我才知道 不是钱买不到快乐 是我那点钱 买不到快乐 你看到了什么 无敌哥 啊 哪里哥 美女您 阿娘那里寄好了吗 哦 寄好了师傅 好 那我们出发了 好的 师傅您贵姓啊 我姓娃 娃 娃哈哈的娃吗 娃里红的娃 娃里红的娃 哈哈哈 美女您贵姓啊 哦 呃 我姓楼 楼梯的楼吗 我是 楼的华的楼 哈哈哈 哈哈哈 师傅 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僵尸吗 相信 每到晚上 各大学操长都会冒出来好多僵尸 他们啃女生的脖子 咬女生的嘴 关键是被咬到的女生还挺高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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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哎 七块钱的特别还讲感情的嘛 哈哈哈 哦 不好意思 哦 七块钱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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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男人的初恋和谈了三次以后的恋爱有什么区别 初恋真情死感 后面随机表演 初恋脸红心跳 后面没雄没少 初恋极力挽留 后面分了去球 初恋刻骨铭心 后面索要礼金 你被索要礼金了吗 他妈要五十万彩礼 这么多 你父母同意吗 双方父母刚见过面 巧了 他妈竟然是我爸的初恋 那是不是不要彩礼了 你知道什么叫超级加倍吗 哈哈哈 啊 啊